公共电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前来观赏李小龙的阿宅一生 这出跟李小龙自传无关的神话故事 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李小龙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国家戏剧院 这里还蛮大的 时间拉回27年前 1974年7月20日李小龙过世 也是我诞生的日子 我是个早产儿 当我刚从子宫打开门出来的时候 我父亲激动的盯着不哭不闹的我 医生和护士们也都紧张的盯着我 不晓得我是不是没有了呼吸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静默 像是一球黄沉沉的柠檬果冻 就像现在一样 于是我父亲盯着我安静的脸说 孩子 我希望你将来要跟李小龙一样强壮 就当下把我取名为李小龙 于是我就哭了 也开始了各位观众和我 今天晚上将会看到的 在这哭泣阿宅一生当中的六代神话故事 我散开衡 我散开衣 我散开衣 这就是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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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看到这样幸福和谐的场景 觉得已经失去了当初处罚的意义 也觉得自己很小心眼 金银慈爱的泪珠在天赋的心中发酵 他决定自己下凡化为具体的人形 邀请他们回天上的乐园 我的丽雅公主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二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三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四 三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八 十五 十八 南宫博士 南宫博士与十三妹凤娇一见钟情 当他们双眼交会的那一刹那 仿佛经历了一世纪那么久 南宫博士 停止工作 他不再屠杀 逃回天上 凤娇 因为踩在南宫博士离去的长长影子上 怀了三个小孩 活下来的凤娇 身体像是旁贝城的遗迹 在经历过高温熔岩般的激情后 仅剩下生冷而空洞的人形 我的二十三个小孩 最后只剩下五位 对南宫博士一见钟情的是三妹凤娇 还有行影不离 以至于百毒不侵的7和11 女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Rain 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The cry i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The cry i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我下去 Love of my life You've hurt me You've broken my heart And now you leave me Love of my life Can't you see Bring it back Bring it back Don't take it away from me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What it means to me Love of my life Don't leave me You've taken my love I love you Love of my life Love of my life You've seen 恭喜 舞伯 一天 在剧烈舞后雷震雨的一個深夜 壮硕的滿月 詭異的撒下他冷冷的視線 秒看著座人間的森林 家昌踩著滿地迷命 經過當年 死於瘟神的十八位兄弟姐妹 所埋葬的牧種 突然 迷地震動 牧種動裂 從泥造中爬出了一位小孩 家族的另外一位後代 他的個性直率細膩 但是卻長得奇醜無比 分不清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 也不知道她是這十八位當中哪一位的後代 她的名字叫做菲菲 菲菲所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 因為嘴裡塞滿了土 菲菲一直說不出話來 為什麼 偏偏是你看得到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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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f you don't feel Confess But please don't tell me 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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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天后 母子两人焦黑的尸体 被发现躺卧在铁轨上 风 你在轻轻地吹 吹得那满园的花瓣飞 风 你要轻轻地吹 我要吹过了我的风香味 春天里花儿是小杯泪 夏季里眼红的更加美 秋天是花儿它处处不飞 冬季里心也试为两生 吹得那满园的花瓣飞 风 你要轻轻地吹 我要吹落了我的风香 吊鱼台 吊鱼台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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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是让你闭嘴的唯一方法 你就当染红夕阳的第一滴颜料吧 你们两个 帮我伴奏一下 雪红的彩霞 威胁着夕阳 缓缓吸尘 黑夜睁开双眼 将大地上所有过于躁动的情绪 和过剩的情感 缓缓降温 重新以冷静的理性 解剖因果关系的纤维 将任性小孩弄乱的玩具 重新归位 你这个尾巴的天理的狗狮子 你以为你能控制主人 改变命运心 你自己要渐渐 继续 现在 我不再是没人理的家昌 这是个民主的时代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自己述说自己的故事 接下来 我将变成一位聪明 多情 许多人爱戴的角色 你们 可以叫我扁哥 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故事 是